WIT的星球重啟教學之 坐騎分享 WIT要分享坐騎 下方說明會放時間點清單請多多利用 影片分 坐騎介紹 坐騎小技巧 如何更換坐騎 車庫 四台坐騎心得 四輪與兩輪比較 坐騎介紹 星球重啟人物移動除了雙腳還有坐騎能騎 玩家第一台重機坐騎是莊園新手教學獲得 PC坐騎操作 按V可以定制召喚坐騎 有時召喚會直接騎乘 有時召喚不會騎乘需要放置 F可以騎車與下車 W是往前開 S是倒車 A是左轉 D是右轉 空白鍵是煞車 滑鼠移動是轉視角 R是喇叭能用來炒附近其他玩家 靠近坐騎用滑鼠滾輪切換到坐騎倉庫 按F可以開啟坐騎倉庫 初始的坐騎倉庫只有四格 每台坐騎的倉庫是共通的 買商城其中一台坐騎能加兩格 封測階段的坐騎改裝能加一格 坐騎小技巧 WIT要分享兩格坐騎常用的小技巧 甩尾與跳車 第一個坐騎小技巧 甩尾 坐騎轉彎的幅度很大 坐騎要甩尾急轉彎 可以利用空白鍵 PC操作是前進W加方向鍵A或D加煞車空白鍵 可以讓坐騎甩尾急轉彎 第二個坐騎小技巧 跳車 下車的進階運用 有沒有騎車騎到衝上天又重重摔到地上變灰畫面的經驗呢 坐騎騎到天上降落時 只要在落地前確認高度不會摔傷按F下車 在高處騎坐騎降落就不會扣血喔 如何更換坐騎 新球重啟除了一開始給玩家的亞歷歐機車 商城還有販售斯雷普尼爾 帝王歇2000 荒漠牛仔 如果入手新的坐騎要如何更換呢 在遊戲選單選交通工具 接著選擇要更換的坐騎 點右邊的印字後放置 坐騎就切換完成喔 車庫 星球重啟的坐騎不用加油 但是需要充電 騎乘坐騎畫面右下角有電量與坐騎血量 坐騎沒電需要到個人莊園的車庫充電 車庫在家具製作台工作台分類製作 玩家做好車庫並放置在莊園 就可以去車庫幫坐騎充電 在封測階段坐騎血量會自動恢復 4台坐騎心得 除了一開始給玩家的亞歷歐機車 WIT在上層買了其他三台坐騎 斯雷普尼爾帝王蟹2000荒漠牛仔 第一台坐騎亞歷歐 每個玩家都會入手的第一台坐騎 除了速度慢沒有其他缺點 封測階段還可以把其他商城購買坐騎撞飛 第二台坐騎斯雷普尼爾 兩輪升級到四輪體積變大速度最快的坐騎之一 但是體積太大很多兩輪能跑的路四輪都會卡住 購買沒有增加坐騎倉庫格子 第三台坐騎帝王蟹2000 跟斯雷普尼爾心得差不多但是速度慢一些 買帝王蟹2000的優點是會增加兩格坐騎倉庫 第四台坐騎荒漠牛仔 速度比較快的亞歷歐 購買沒有增加坐騎倉庫格子 速度與斯雷普尼爾相同都是最快的坐騎之一 兩輪體積小不會被地形干擾影響 是WIT最常用的坐騎 四輪與兩輪比較 四輪體積大行駛會受地形影響一直撞到障礙物卡住 定制坐騎如果不是騎乘狀態需要放置 常常會因為寵物干擾不好印製 開四輪坐騎被怪物打是扣車子的血量 不會扣人物的護盾、血量 兩輪體積小可以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亂騎 在渡家河谷下雨天找竹孫香菇很好用 定制坐騎比較不會被寵物干擾 騎兩輪坐騎被怪物打會直接扣人物護盾、血量 影片內容是在1月6號到1月20號封測製作 如果封測或上市內容有變更 還請多多包涵 坐騎分享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